想一个19岁男孩与39岁女人的爱情故事 不要嘲笑我们的心 这个女人叫百合 一名来自城里的百合老师 拥有着阿姨的年龄 少女的心态 清晨打不到车的她 索性脱下鞋子在隧道奔跑 正好被三个男生看到 他们邀请了百合上车 将她送到了目的地 不曾想这个女人的到来 将改变其中一个男孩小米的命运 一天课间 小米和百合老师同在西音区抽烟 没大伙计的小米 再一次跟百合老师搭上的话 老师的直率与爽脑 烟雾缭绕的身姿 风情万种 深深地把动了 坐在一旁小米的心 百合抽完烟便离开了 小米看着匆匆离去的百合 傻傻地沉浸在了幻想之中 清醒的小米 决心尾随百合而去 小米躲在门外 偷偷地看着物类的百合 满足着自己对百合的按捺穿心 百合的一回头 让她错不及防 正当小米害羞地躲藏之时 百合做出了少女般的鬼脸 一时让小米的害羞烟消云散 百合邀请她进了房间 小米不知所措地看着百合 一边喃喃自语 一边小心翼翼 滚动着台上的滚轮 小米被百合的身姿所吸引 一边喃喃喃邮 пом伞续 离 小米 男孩干净的身体与作为女人最原始的欲望 他挑逗着她 亲吻着她 一个老恋 一个青涩 小米无所适从 在百合的引诱下 小米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 第二天 百合们也来学校 小米主动去了百合的家里 小米来到家里见到年老的男人 称呼了老人 然而当百合告诉小米 这个男人正是自己的老公之时 小米的心绝望了 却还要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随之而来的便是道德与罪恶感 深深的折磨着小米的心 他知道自己不该爱上一个有夫之妇 但是智能的少年 要如何能战胜老手女人的福祸 小米开始不断的去找百合 一次又一次在百合的滋润之下 将灭他心中的欲望之火 不久小米的心被百合的福祸 让一个从小暗恋小米的少女之心 纯纯欲动起来 小远想鼓起勇气 去主动吸引小米的注意 他邀请了小米与自己同坐摩天轮 正当两人缓缓撞到最高之处之时 小远表达了自己的春心 然而却为他拒绝了 他的心早有所归 一次被蒙在鼓里的小米 看到了百合课程结束的通知 这时才知道百合已经背着他 跟随老公悄无声息地离去了 焦急的小米 又如失去了妈妈的孩童 急切地打着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停机的声音 百合的突然离开 让小米陷入了无尽的伤痛 他踩着曾经载着两人的自行车 独自抽着香烟 怀念着过去两人甜蜜的时光 这段不完整的忘年爱情 因欲望而起 无疾而终 但尽管如此 他依旧成了小米最难忘的心头好 察觉蓝海伤心的小远 默默地照顾着他 明知说出来小米也是拒绝 他还是想陪着小米 看着他慢慢好起来 他陪着小米 骑着摩托车 前往东京寻找百合 但百合已经离开了日本 那一夜 小米喝了很多酒 小远颤颤为为将小米扶回了房间 见着伤心的小米 身边的少女 想用自己的厨子之声 抚慰眼前这个男孩心中的伤疤 残醇之际 小米再一次换出了百合的名字 这时少女才猛然醒来 小米一样回不来了 刚才还紧张的少女 顿时生气起来 在床上跳动着 发泄着自己被挫伤的少女春心 早上 小米独自离开了旅馆 拿到了百合曾经住过的房间 看着房间熟悉的一切 细细回味着 在房间里和百合发生的事情 最后影片在小米 呼声蜷色在学校的阳台上 独自一人 晒着太阳而结束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青涩懵懂的少女小远 还是风情万种的淑女百合 又或许你想起了自己 初次的那个太阳